这个月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致信汇丰和花旗银行 警告说 如果继续和黎智英有账户往来 将面临最高七年刑期 李家超同时致信黎智英 称根据国安法第43条 可扣押或冻结用于犯罪的财产 还威胁说 如果对指定资产进行任何交易 包括转入或转出香港 也将面临最高七年刑期以及罚款 现年73岁的黎智英曾多次参加香港民主运动 并因为参加反送中运动 被当局判刑14个月 据港府新闻公报 李家超周四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因黎智英被起诉勾结外部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因此运用国安法冻结其资产 上周 保安局冻结黎智英一传美71%的股份 及其三家私人公司银行的账户财产 负责监管银行的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 银行必须配合执法机关的刑事调查 包括根据国安法冻结资产 据杜透社报道 黎智英的顾问指出 港府此举对财富管理行业及其客户构成巨大威胁 如果银行业务往来集中在香港 就容易遭国安法打压 另外 一传媒周三发公告称 虽然黎智英财产被冻结 但该公司现有资金 足够维持至少18个月的营运 新厂上记者 毕行辞 姜迪亚综合报导